Hello大家好,我是中文投资网的Jason 今天由我跟大家分享一下盘面走势 我们看到今天的市场最终还是以下跌暴收 那么在隔夜市场当中的话 我们看到日经指数还有欧洲股市的话 都有不同程度的下跌 今天指数微复的低开 那么有一个震荡走高的一个过程 那么盘中的话连续性反弹 但是在尾盘的时候 大盘的重心有所下挫 那么虽然没有收到盘中的最低点 但是总体上还是呈现了一个下跌的走势 那么今天的消息面的话相对真空 但是我们这当中有几点要注意 一点的话就是美国的联邦政府又要没钱了 所以说这点的话可能又要争取这种联邦政府的一个预算 另外一方面就是美国在以色列迁都耶路撒冷这个问题上 做出了一个准备把使馆也牵过去的这么一种表态 实际上是一种同意以色列做这种动作的一个态度 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 不免可能会将来的某个时期 会引起中东地区穆斯林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地缘上的一个不稳定 所以说这一点的话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个目前要关注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点 所以总体上来说 今天我们可能看到的是市场 比如说是商品 什么EIA原油的这个库存比较少 如何如何 但是到目前为止 WTI的原油的还是收低了1块6毛钱 那么报价在56美元左右 那么在触碰58到60块钱的压力之后 进行了一个大幅度的回折 那么另外一点的话 我们看一下黄金 黄金的话 目前保持在1266美元 那么勉强的话 这个收涨了一点点 总体上来说的话 还是有一个交易中心下挫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不管是原油还是黄金 我们重点的 还是要看这个中东的一个局势 目前看 中东的一个局势 如果说中东的局势 这些穆斯林国家 如果有一个比较激烈的反应 甚至于这个IS这些比较更加激进的这些团体 如果有一些动作的话 那么这些原油可能会受到共赢的一个预期影响 或者说一个战争的预期 可能会有一个上涨动作 那么黄金的话呢 有一个避险的角度 可能会有一个大幅波动的过程 所以说这一点的话呢 我们还要观察这个事态总体的发展 所以说呢 这样的话呢 我们总体上来说 这是我们目前关注市场的一个过程吧 一个过程 那么 11月份的ADP的这个就业数据呢 也符合预期 那么 总体上来说呢 这个美元啊 在这种数据的刺激下呢 也有一个走高的过程 目前呢 在93.5 93.6的这个样子 那总体上来说呢 还是呈现出了一个上涨动作 那么 这是总体 今天的盘面的一种走势 所以说呢 总体上我们看 那么还是要看整个的这种交易市场的交易重心 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看标普指数 交易重心的话呢 还是有一个在前期的 在福林这种 受到FBI的这种调查的这种低点的这个面前的话呢 有一点点指贴的迹象 但是能不能形成一个反弹性的行情 要看这种技术面的走势 另外一方面呢 也要看看近期 这些不稳定因素 最终 这种方向的一个确立吧 所以说总体上来说呢 这是我们今后要观察的重点 那也再次感谢大家 收听今天的收盘节目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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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